男人看到墙壁上有块松软的黑斑,于是好奇地将手伸了进去 想不到墙的另一侧,竟然隐藏着神秘空间 忽然地下的淤泥鼓起一个气泡,男人的手臂被牢牢吸住 即便用尽全力也无法拔出,雪上加霜的是 身后墙壁竟然探出一个猙獰的面孔,男人的肠子都快毁清了 昨天他跟父亲刚刚搬来这里,第一眼看到高耸入云的破旧大楼 有礼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恐慌,父亲格伦作为大楼新上任的管理员 走进办公室后却发现连个交接的人都没有 这让自己去哪里找宿管钥匙,恰好有位七楼的住户走过来 格伦正准备询问,身后的工具箱自行打开,宿管钥匙就这样掉了下来 儿子尤里在外等得无聊,看到有位流浪汉正在翻找食物 他好心地上前递了块面包,流浪汉并未出言感谢 而是塞给尤里一个奇怪的石头,神秘兮兮地表示 你今后一定会用到,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 这时候父亲格伦走了出来,斥责儿子不要跟流浪汉走得太近 父子俩带着为数不多的行李走进了新家 格伦看着破碎的全家福有些出神,原来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尤里趁机将奇怪石头放在床底 吃完饭父亲正准备洗碗,却发现水龙头停水了 水管拆了个遍也没修好,格伦干脆睡觉明天起来再说 而尤里的床下更是诡异,竟然散发着微弱的晨光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穿好衣服开始工作 昨天接到七楼住户的报修,他家的暖气坏了 由于管道秀死,格伦想要拆开只能使用蛮力了 结果一锤子下去,惊醒了卧室中熟睡的男主人 他做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枕头下的白面 原来对方是位不折不扣的影君子 而外边的格伦已经拆开了管道 发现里面竟然流出黑色液体 他立马找来铁盒接住,凑近鼻子闻了闻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 这时候孩子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贝希是个新手妈妈有些不知所措 格伦见状伸出援助之手 轻轻晃了几下,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这时候影君子也走出了卧室 得知格伦的身份后,有些警惕地接过婴儿 不过几人并没有发现 黑色液体仿佛有生命般 一出铁盒后竟然停止了流动 格伦发现暖气并未恢复 收起铁盒就准备离开 他猜测是管路的源头出了问题 转身便来到大楼的维修机房 不过走进了才发现 机房的大门竟然被焊死了 格伦只能去办公室寻找工具 打开柜门看到里面储存着几大桶食用粥 男人很好奇 工具房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他的儿子有礼待在家里闲得慌 拿起自来水管当作望远镜 竟然无意间看到内部沾满了黑色粘液 而此时的格伦已经暴力切开机房的大门 走进去一看 发现墙壁四周沾满了黑色粘液 甚至过到一路前行 格伦总算找到了提供暖气的锅炉 原来是燃气系统损坏了 想到整栋大楼都无法使用暖气 男人不敢耽搁 立刻开始拆卸通气管道 刚刚取下第一劫 大量黑色液体喷涌而出 格伦心中凉了半截 推测主管道都被这种液体堵死了 而身处七楼的贝西出门上班 只留下老公一人在家照看孩子 听到婴儿皮哭不止 杰克这才发现家里的奶粉已经耗尽 他身上的钞票早就被自己吸光了 只能跑出去找邻居界 这位大爷虽然拒绝了 但是提醒他三楼有个派对 你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 杰克没有理会 而是前往超市悄悄渗了一罐奶粉 可惜当场就被售货员抓住 他并未感激对方没有深究 扔下奶粉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杰克没办法 只能前往三楼的聚会碰碰运气 老大爷热情地邀请他入座 由于整栋楼都无法提供暖气 许多住户只能聚在这里烧柴取暖 他们虽然穷但也是良善之辈 得知杰克的窘境后 纷纷掏出身上仅有的零钱 加在一起足够给孩子买罐奶粉了 另一边正在机房清理管道的格伦 隐隐听到楼上传来嘈杂声 凑过去一看 竟然有人在通气管道中生火 格伦心中怒火生疼 踢着灭火器冲向三楼的聚会现场 他觉得正是这种违规行为 才导致暖气管道堵塞的 格伦照着管理员的身份 将众人全都驱离了现场 回到家里后 他发现水龙头修好了 原来是儿子在家没事 将水管中的黑泥清洗掉了 格伦很惊讶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之前他清洗通气管 可是累了个够呛 有理说妈妈曾经教过自己 用醋可以溶解大部分污渍 格伦心中一动 掏出从贝西家里带回来的铁盒 在黑色液体上撒上一些醋 两者果然发生了剧烈反应 格伦恍然大悟 怪不得工具房中存着这么多醋 他终于想到快速清理黑污的办法 将醋倒进增压喷枪中 随着大量污气涌入管道 里面的黑污开始迅速溶解 管道中似乎传来了不甘的咆哮 就连压力只真的开始快速转动 格伦稍不留神 竟然被喷枪甩飞晕了过去 而这边的杰克提着用捐款买回来的奶粉 经过七楼所在的垃圾房 他的两只脚再也迈不动了 因为这里就是他买卖白面的地点 只要敲击铁盖后将钱扔下去 所需要的东西便会从上层落下 无比巧合的是 三楼的游离此时正朝着垃圾房走去 忽然走廊的灯光开始熄灭 他以为有人故意按下开关 可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 反身退到来时的转角 游离看见有道人影静静站在前方 莫名的良意涌上心头 男人本能地转身离去 好不容易来到垃圾房 他正准备扔掉破碎的全家福 忽然看到包裹着钞票的袜子 从上层跌落 好奇地探头望去 只听到楼上的杰克喊着怎么还不给东西 下一刻灯光开始逐层熄灭 游离吓得连忙缩回脑袋 垃圾通道的铁门自行关闭 男人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一幕 着急忙慌地转身就逃 而回到家里的杰克 因为没有拿到白面 他的毒瘾再次开始发作 这时候婴儿的哭声恰好传来 杰克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他鬼使神差地抱着孩子 再次冲向垃圾房 看到里面散发出诡异的晨光 杰克的脚步顿了顿 最终还是走了进去 没多久他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怀里的婴儿不见了 只有管道口挂着一块白布 杰克认出这是包裹孩子用的 难道对方掉进了垃圾管道里 与此同时 格伦从昏迷中苏醒 他挣扎着站起身关掉喷枪阀门 心想黑屋总算清理干净了吧 果不其然 伴随着一阵响动 没修房里的锅炉开始自行燃烧 整座公寓总算恢复了供暖 这时候杰克的妻子下班归来 发现老公和孩子都不见了 在家熟视的尤里 被急促地敲门声吵醒 原来是杰克前来求助 他的孩子掉进了垃圾管道 尤里第一时间打开垃圾站大门 这里是所有垃圾的最终汇聚地 可杰克在里面翻遍了 也只是看到包裹孩子的白布 男人忍不住痛哭哀嚎起来 尤里依稀听到垃圾管道中传来孩子的哭声 难道对方卡在其中并没有落下来 两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消防员拴着安全绳逐层排查 他在六层位置发现一滩黑色粘液 腹竹的墙壁还在缓缓流动 就像是在呼吸一样 消防员正准备呼叫同伴 却不想楼上竟然有人倾倒垃圾 结果搜索就这样无解而终 贝希和杰克没办法 只能挨家挨户地询问 可这里的居民格外冷漠 听说孩子丢了 竟然连房门都不开 也只有新搬来的格伦父子比较上心 他还特意找来楼洞的施工图纸 发现垃圾管道竟然连着通风口 格伦默默在心中吐个槽 认为这里根本不是给人住的 随即走出房间开始搜寻婴儿的下落 尤里独自待在家中 总感觉管道中有孩子的哭声 于是他摊开图纸 将垃圾管道的位置记在心中 经过一处走廊时 尤里突然被人拉进房间里 他瞬间认出对方就是之前在过道遇到的黑影 连续穿过几个走廊 两人来到一处废弃的房间 尤里心中一动 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正好请对方帮忙一起寻找婴儿 还不带小男孩答应 尤里就发现他们所处的位置 在地图上竟然是片空白 男孩脸色一致 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表示要回家取些工具 尤里好奇地跟在后面 打开房门之后 一股恶臭迎面扑来 他问你的母亲去了哪里 小男孩轻声表示 对方正在睡觉 让尤里的脚步放轻些 他从橱柜中拿出一个玻璃杯 原来这就是小男孩口中的工具 积母说用玻璃杯贴紧墙壁 就能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尤里好奇的是了是 心中很快明了 玻璃杯只是放大了墙壁另一头的声音而已 可不得不说这一招确实好使 几条过道排查下来 尤里竟然真的听见了微弱的婴儿哭声 可惜前方的过道被铁门锁死 积母似乎有些害怕 嚷嚷着赶紧回去吧 可尤里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只见他快速跑回家里 找父亲要了50块钱 并顺势偷走了宿管钥匙 转眼间便来到杂货店 让售货员整整齐齐配了一套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尤里成功打开那道铁门 见小男孩一直喊着不要进去 他生气地叮嘱对方待在原地等着 与此同时 选择在家躺平的杰克夫妇 忽然听到通风管道里传来孩子的哭声 两人立马喊上格伦 顺着声音来源来到一层维修房 他们确认孩子就在里面 可格伦却发现宿管钥匙不见了 而此时的尤里通过玻璃杯 也锁定了孩子的位置 不过奇怪的是 孩子明明就在另一侧 可这里连扇门或者窗户都没有 尤里找了半天 只看见墙壁上有摊黑色粘液 他好奇地探了探 发现手臂竟然可以伸进去 墙的另一侧是片污竹的空间 黑色粘液更是堆积如山 忽然一个气泡腾空而起 尤里只感觉手臂被牢牢吸住 他使尽全力想要抽出 可是手臂却纹丝不动 就在这时 身后的墙壁开始缓缓如动 一张猙獰的面孔逐渐显露 尤里定睛一看 竟然是条凶残的野狗 男人心中一惊 使出洪荒之力总算抽出了手臂 而那只狗头竟然莫名消失了 而另一边的格伦几人 终于暴力砸开维修室的大门 只见前方站着一位披头散发的怪人 察觉有人靠近 男人呵呵一笑 手中匕首狠狠刺向怀中之物 贝西不管不顾地冲上前 这才发现抢下来的 竟然是个木偶娃娃 而那个怪人则在模仿孩子的哭声 格伦目光如炬 认出这个恶作剧的家伙 正是刚刚搬进来时 跟儿子交谈过的流浪汉 等到游里回家 他正准备责怪几句 对方却着急忙慌地表示孩子找到了 听说那里有一只恶狗 格伦特意带了一把铁锤防身 两人很快来到那处脏屋的墙壁 游里发现墙壁不再像之前那般柔软了 格伦没有废话 直接拦起铁锤砸了下去 没过多久 墙壁被砸出一个大洞 游里探着脑袋找了半天 可惜里面什么都没有 格伦这才一把抓住游里 斥责儿子自从失去母亲后 成天就会疑神疑鬼 游里被对的无话可说 乖乖交出宿管钥匙 却不想两人离开没多久 破烂墙壁的另一侧 再次传来婴儿的体哭声 可惜没有持续多久 便被一股距离拖了进去 以上就是房子的第一期内容 喜欢的朋友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